知道 这是十年前的你 2014年的你 台北市长选举之业的你 当时你对柯文哲充满了这种希望 你对于他充满了崇敬 甚至竞选总部的时候 你还对不对 拿着柯文哲的旗帜 在竞选总部去参加那个狂欢的party 这十年来你都一直注意在他 所以对他非常的了解 那我现在不懂的是 在这个民调里面不是讲吗 他之前在蓝白河的破局的时候 他明明已经下滑了 明明已经跌了 跌了以后他都已经吃了 吃的率都已经到了14% 都已经破了15% 为什么这两天 他又慢慢稳步的上升 回到了19% 而且你讲说 昨天不是接受范奇匪的专访 接受范奇匪的专访 还是用耶稣会来形容民众党的未来 你说那不是一个口误 那是一个预言 那是一个做法 那是一种方式 他已经民众党已经转型了 转型成宗教组织了 抱歉那2014年的时候 这个胜选之夜 我的确在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十年前 那这十年来 我都一直非常关注柯文哲 好 那所以我对柯文哲的现象 我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看法 我先跟他讲这一次的选举 这个选举呢 原本我们都认为说 吴欣宇回来之后了 柯文哲的民调应该往下调 就没有想到 大公主的效应没有发挥 反而是柯文哲的这个教主光芒 掩盖了一切 挡不住 对挡不住 为什么现在挡不住呢 因为他现在转型 从主席转型成教主 你看昨天在接受范奇北 教主 对接受范奇北讲法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民众党就跟耶稣会一样的状况 而且范奇北也问他说 如果白选的话 你要不要下台 他没有要下台的意思 也就是怎样 神怎么会下台 就是我一个人这样一个感觉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现在怎么打呢 他现在用什么 我觉得他现在用了一个战法 其实跟2014年当时有点像 他就是用不断的空战 用空战空战空战 你所有的消息 所有的讯息 听到都是柯文哲 所以你心目中只 只有柯文哲一个人 好美 他就是用这个方法 所以你看 现在除了这个 这个所谓空战 上很多这个专访的时候 每天都在讲他的专访 所有的题材 你现在有听到 这个侯友宜 跟赖兴德任何政策吗 没了耶 连他们去干什么 你都不知道 因为大家都在讲他的消息 好那除了这个 不是我已经三天 没有听到赖兴德的消息了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他还下军令状 说我们如果你来造势的时候 每一个人哦 每一个在台下 你给我开直播 开直播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最多穿透力 所有人都要给我直播 所以网路上 当时我只要在 当时我开这个 这个造势的时候 全部网路上 都是我们的人 开直播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要做实体的 你说那个神域 对 神域已经下来了 对还有实体的时候 你看还要发起 所有的人 YouTuber哦 他们要自己怎样 还有很多这个支持者 要扛着阿伯 那扛阿伯守台湾 所以等于说 你看他们有一个活动 然后还有军令状 然后同时之间 用大打空战 每天这样洗脑洗脑 用宗教式的这个 洗脑你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就讲很多人 当然一时之间 他觉得 哇我也很相信 阿伯的状况啊 他这样就会买单 对所以你看 民调就开始往上升啊 可是大家不会觉得 他矛盾吗 他前两天讲说 我是升绿的 然后那开始 就开始 你讲你是升绿的 开始带了这个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 这个国际的章 带了国际的章 结果讲说 我是党国教育的乖宝宝 对 你不是错乱吗 抱歉 我们局外人 我们会觉得说 你是错乱 但是在局内人的时候 不会觉得错乱 不会觉得错乱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 都是对的 阿伯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